嗨 大家好 我是阿佑 今天英國又封城又禁止了 即是代表我們不能出街 不能出街吃飯 又是時候出來拍這些煮食系列的影片 話說如果大家有看我上一段影片 跟英國張敬軒出去吃這個泰國菜 我心裡一直一直在想著 Banggok的美食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如果大家有去曼谷這個火車的事 應該也有吃過 因為叫火山排骨 嘩 真的很好吃 嘩 好像很好吃 真的很棒 夠了點 肉很軟 精不精神 真的很好吃 最近被我發現網上也有一個食譜 我試了做之後 上IG story也有很多人問 這個怎麼做的 那就快點出食譜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來一個泰國之夜 另外這條影片也會分享多一個菜式 就是我最近超級超級喜歡吃的 紫然單骨雞翅 OMG 這個整塊超級淫味 好飽味 適合送飯 又或者一邊喝啤酒 一邊吃這個紫然單骨雞翅 OMG 不如也分享我最近喜歡看哪一部劇 我最近在看Nefis有一個叫Startup 是說創業的一部韓劇 是有男朋友 即是男柱黑 還有 瘦智去做的 超級好看 超級正 真的很久沒追過韓劇 我覺得很好看 那就不說那麼多廢話了 我們一起來煮飯 煮飯之前當然要去買菜 今天是英國封城的第一天 我們也循例去樓下超市看一看 看看有什麼情況 會不會好像第一次英國封城的時候 被人搶了貨品 首先一進到超市都看到很多人 那就去看看肉類區 因為之前第一次封城 真的是牛肉豬肉雞肉柱 沒有都買不到 現在看到呢 都非常齊全 這些貨品 雞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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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到蔬菜區 都仍然有貨品 乳酪和牛奶 有多少要多少 真的 乳酪和牛奶 雞腿肉 之前很難買的蛋 飯購的蛋 現在都很充足 然後 之前被人掃的紙巾 現在都有大量的存貨 洗手也沒有被人搶 之前被人掃的封城 第一次 現在的人都已經冷靜了很多 好了 現在已經買完菜了 其實我是覺得 沒有分別 跟鎖的蛋 是沒有分別 第一次 是會多些人搶東西 很多東西都沒有 就是沒有了 但是 這次第二次 人已經 沒有了 很正常 所以 感覺 現在第一天都沒有分別 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煮飯了 火山排骨的材料 當然有排骨 你可以買單字骨 又或者可以去中超買一排過的排骨 也可以 然後 這個火山排骨的精水 就是這三個綠色的物體 就是要大量的蔥 芫荽 和青辣椒 首先第一步 當然就是把排骨出水 先來 然後放進鍋裡之後我們要加入熱水 然後配料方面我們就要加入一個藍薑 然後切多半個洋蔥 然後加一點蔥和芫荽就可以了 然後再加入調味料 等它滾起之後就轉中小火煮它兩個小時 等著這個排骨煮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做這個單骨雞翼 英國的雞翼通常可以買到雞缺翼 所以我通常都會分開它 雞翼我會用來煮其他東西 雞翼就在中間剪一剪 剪開一半 其實在調味道下刀很容易就可以剪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醃它 詳細的醃料我就打開字幕 都是用生抽、蠔油、紫鹽粉、五香粉和少許尿酒 醃它15分鐘左右 我們就可以到鍋裡煎了 超級簡單 煎到兩邊金黃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蒜蓉、少許辣椒 再繞一繞它 這樣就完成了 排骨湯煮了兩小時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配料了 把蔥、芫荽和青辣椒切碎切粒 把配料切好放在碗上 我們就可以加入半碗的排骨湯 如果大家喜歡吃辣味 這個時候可以再加少許魚露和胡椒粉 跟隨個人口味而定 這個時候可以把排骨拌出來 然後淋上一個配料的湯底 這樣就完成了 火山排骨真的超級美 又簡單而煮 天啊 那當晚呢 這個泰國之夜呢 我也有做到一個紅咖哩 冬莹公 那當晚呢 這個泰國之夜呢 我也有做成熊咖哩 冬莹公 那當晚呢 這個泰國之夜呢 我都有做到一個 紅咖哩 冬莹公 那當晚呢 還有啤梯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如果大家想我煮其他菜式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和我說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